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因素小致,改编是SEGA超高人气的游戏角色 还有金凯瑞变身超邪恶超高智慧的蛋头博士 这里线上精彩预告分析 加上资料总整理,初一料整形大改运 好评指数跟着也创生 大家知道因素小致到底是什么动物吗? 嗯,其实不是老鼠哦 在英文片名Sunny the Hedgehog the Hedgehog 就已经是直接告诉大家他是一只侍卫 而且是世界上跑最坏的侍卫哦 电影因素小致在有些地方已经先上映了 看起来在评价上还相当不错 所以敢在台湾上映之前 W要来整理一下因素小致相关的种种资料 要来告诉大家观赏电影前有什么需要先知道的 前面看到了这段预告出现的 事实上是已经有整形大改造过的因素小致 想当初一开始在2019年4月底最初的造型 在首次推出的预告里面 因素小致原本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有看过最初出公布第一次因素小致预告的 应该有不少人都会有像这样惊吓的表情吧 也好加在整个制作团队有紧急踩刹车 才不至于发生像去年圣诞节猫电影一样的悲剧 算是有同样恐怖股的问题 原本要推出的Sonic有偏向跟泥真理人化设计 包括毛发的细致度 两眼的大小与距离宽度 嘴巴与牙齿细致度 身材偏向修长的体型 甚至游戏中戴白手套也被改成白色体毛形式 在在都是挑战了恐怖股的极限 让不管游戏迷或是影迷们大大受不了了 而索性后来有从上奴流 整个有重新设计过 也是将电影上映日期往后延到了2020年 在2019年11月推出的第二支预告 所看到的艺术小字就像是换了另一支Sonic来演 改善了上述超惊悚的问题也依给大家的看法 给予了新的Sonic相当多的好评 当然了对于整个团队愿意花时间金钱来改善 换来的就是广大粉丝们的支持与战胜不断 尽管看到Sonic造型有整个大改造过 不过从第一支与后来者情后预告综合看来 电影剧情的大架构是没有太大改变 大概就是一数小字来到地球 在正式认识张姆斯马斯丹诗言的汤姆之前 Sonic自己一个在地球生活闲晃然后也不小心跑太快 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太平洋西北地区大停电 然后接着更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 并准备深入来调查详细的原因 由班徐瓦茨配音的音速小字Sonic 而关于这支蓝色跑得最快的滋味也是SEGA公司的吉祥物 最早是出现在SEGA1991年的同名游戏中 是类似的超级马力2D横向平面的闯光游戏 但早期音速小字的世界观设例是混乱的 关于Sonic的身世由来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从电影的预告里面可以观察到的 音速小字与的那好朋友汤姆 他们两个第一次的第三列接触发生在汤姆的车库 彼此都被对方的反应给吓了一大跳 Sonic也提到了军方要抓他 而除了是出动部队之外这部电影里面的另一个大重点 就是由金凯瑞饰演的音速小字系列里面 恶名招章大反派死底角色的弹头波士 伊摩罗巴尼克 还有一系列机器武器种种波士的邪恶发明 然后这边看到Sonic手上拿的像是金戒指的 也是这次电影里面一种重要的关键物品 基本上就是一些画面中有看到像是开传送门那样 可以开出让音速小字从A穿越到B的直接通道 疯狂的单头博士绝对会是这次电影里面 除了音速小字本身之外 另一个让大家眼睛维持一亮的大焦点 因为有这位现在比较少在大音幕上搞笑出现 曾经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凯瑞 在这里是以他拿走很有事的脸部表情 加上超夸张肢体动作诠释了这位超高智慧 但又不受控偏执科学家的弹头博士 受到美国军方所托也根据各种线索 是查到了汤姆加这边来 而想当然他们两个后来是开始落跑 亡命天涯了 不过 嗯 看起来好像这边造型差很多 应该有不少人看到了弹头博士这样的造型 可会觉得怎么跟原本游戏差很多呢 而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原因有伏比的哦 汤姆前是一个小镇警察 在前面首次预告还有看到汤姆在检车上 设得到高速标识而顾 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但有捡到一根音速小只的硬刺的桥段 这边汤姆住的小镇是在美国蒙达拿州 名字是Green Hills 也肯说是一个彩蛋 取名就像是1991年游戏的第一关B3区域 而在前面的预告中看到景色 其实也像是游戏B3区域现实话场景 然后两个人在酒吧设飞标的桥段 则在认识之后为了躲避军方与弹头博士 在淘宝过程中的其中一段有序插曲 而当然为了抓到音速小字 弹头博士是出动了各式各样超厉害的发明武器哦 看到了不仅是言行举止偏激 无厘头就连发明的武器也是相当的狂 单独博士各种自动化机械武器 又看到了无人机 真的是这几年最夯的一种选项 最近店里真的超爱用无人机的梗呢 这边看到了汤姆在开车 一种小小只像是直升机的无人机锯掉了整个射顶 前面一点看到过这种弹型的无人机 还有像这种比较大台两边有螺旋桨机翼 可以一次发射出无数飞弹的机器 各式各样自动化的武器出容 就是为了非得要抓到音速小字不可 包括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 还有看到出动的装甲车 不过也看到音速小子利用高速旋转 并加上本身带的能量撞击了这辆装甲车 而Sonic会发电就连他的硬质也会电人 但他博士除了想要抓他 更是对音速小子的能力相当着迷执着 所以连带帮助他的人类好朋友也都陷入危险中 但也因为这样更显得患难见真情 在随着各种冒险与搞笑的趣味过程 可以看到汤姆与Sonic是发展出深厚的友谊 除了汤姆还有像卡蒂·桑普特饰演的麦蒂 是汤姆老婆是一个兽医 也会在其中一些过程一起帮助Sonic 像是在另一段预告中 可以看到把Sonic放到袋子里面 一段越描越黑的躯下桥段 然后就在这边屋顶再度被无人机包围 而超快速度不然是音速小子的超能力 也是剧情中每每会被拿来当作话题或是笑点 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快速来回参观不怎么有趣的观光景点等等的 当然在遇到危险时 就是打不过坏人赶快落跑的概念 应该永远都是音速小子最有用的一招吧 在音速小子我跑你追的过程中 会有全世界爬爬爬的桥段 像至少这边看到了由旧金山的天气线 中国的万里长城跑给蛋头博士追 还有用了小金环从万里长城跑到了沙漠等等的 而是些小金环在电影里面可以搞穿越之外 游戏里面就是Sonic要收集的小金环 是当作过关累积成绩的一项重要物品 然后电影剧情也是善用的这些 用来逃命Sonic更用来救好朋友 看到用光环救了从大楼掉下来的汤姆与他的老婆 把他们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在有些地区已经有先上映了 或许有些朋友已经有看过音速小子的电影了 不过台湾因为是本周才要上映 所以这支影片当时上就预告有看到的来跟大家做介绍 关于众雷剧透的部分则会是在下一支影片 而其实在前面就版本预告就有一个大剧透 那就是看到了蛋头博士后来是变成了这个样子 类似的就像是游戏动画那样的造型 另外包括了整部剧情的速度追逐与趣味搞笑 电影则还有其他彩蛋片尾片段的 可以说各种有意思的好料是等着大家去发掘 喜欢音速小子的朋友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最后关于预告背景音乐的部分 像是在旧版造型的预告里面用的是 Curio的Gainstars Paradise 而第二支新造型预告则是 Remombs的Britic Bob 这篇一并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啰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